你不够资格,你靠边站 这个小伙不简单,请来波球与他一站 最终却以闹剧的方式收场 看得吃瓜群众是目瞪口呆,高呼退票 我们今天说一下近日 王炎龙与泰拳王波球的比赛 简单介绍一下主角 波球不必多说,K1冠军踢拳王者 驰骋江湖二十年是格斗领域中的传奇人物 而根据王炎龙的百科描述 此人八岁习武,是全国武术冠军 擅长古泰拳,竞技泰拳,散打 传统武术中的地躺拳,醉拳,醉棍 据说为了练习腿法,每天三点钟起床训练 我每天是三点钟起来 终于把自己练成了叫金刚意志和金刚腿 2012年开始,王炎龙陆续参加各大电视节目 还参演过多部电影 并担任一些电影的武术指导 他的资料总结起来就13个大字 八岁习武,是个天才,文体两开花 早在两年前就看到王炎龙要跟波球打比赛的消息 9月24日双方的比赛终于开打了 画面转过来到比赛现场 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 比赛开始后双方撞拳,王炎龙一个后白腿 低早踢猛攻波球的下盘 波球撩腿,王炎龙摔了一个屁股蹲 王炎龙继续进攻被裁判分开 王炎龙一上来就火力全开 继续用转身后白腿攻击波球 比赛继续,王炎龙旋转小陀螺 连续转身后白腿 波球面露蓝色 慢镜头显示,这一下应该踢到了当步 王炎龙继续转身后白腿 被波球踢中支撑腿后倒地 比赛继续,王炎龙近乎执着的使用转身腿法 又一次击中波球的当步 从波球的表情可以看出,有点生气了 裁判也对王炎龙进行了提醒 很多自由搏击运动员都喜欢用转身后白腿 比如邱建良,那是真的赏心悦目 王炎龙的转身后白腿有点低 属实让人遭不住 波球开始进攻,并且预判到王炎龙的出腿 成功截击 波球加紧攻势 把王炎龙逼迫到边脚连连后退 好玩的来了 波球一个孤颈顶膝 王炎龙被击中后提出抗议 并走到围绳边休息 不打了 裁判示意比赛继续 波球表情尴尬 王炎龙就是不打了 说波球顶膝违规 红小孩一样也可能是缓了过来 一番周折后 比赛继续开打 随后波球又一次用顶膝进攻 王炎龙再次罢攻 并指责对手违规 自由搏击比赛规则大同小异 大多数比赛都允许使用顶膝 但有些赛事会对顶膝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有些比赛只允许单手孤警 有些比赛禁止联系 根据现场的解说可以得知 裁判在向王炎龙解释 波球使用的是单膝 没有联系 但王炎龙拒绝继续战斗 双方团队在场上僵持 王炎龙随后还发表了一番讲话 说如果膝肘都能用 那干脆打MMA吧 这时候波球的一个弟子脱了上衣 要跟王炎龙按照MMA规则开打 王炎龙又表示 你没有资格 你不够资格 你靠边站 现场吃瓜群众的热情耗尽也开始高呼退票 波球心想 来都来了 钱都拿了 最后这场大战变成了波球的公开训练表演课 也算是补偿了一下观众 最终裁判 一致认定 本次比赛 没有结果 此前 王炎龙也是练习泰拳 还多次展示自己强大的袭击 只可惜后来被对手首回合用袭击KO 或许他真的不喜欢这一招吧 对此 有朋友表示 打不过就逃跑 人家马宝锅躺三遍 也没有投降 喜欢武术 与搏击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